我相信我们大有为的政府会办事 大同之乱持续延烧 市场派代表王光祥召开记者会 向政府喊话 尽速通过股东领时会申请 6月30号大同股东会 上百名黑鹰人将部分股东阻绝门外 市场派被剃除选举权 公司派董事酒席圈 市场派在另寻解套 本人声明不会担任大同的董事长 王光祥主张董事长林郭文彦持股减半 适用自动解任董做的职务 两届股东会分别遭法院及金管会认定无效 等同于目前公司无董事会 因此向经济部申请召开股东临时会 组成新董事会 重新临选董做喜次 王光祥更向投资人承诺 会推派昔日董事林文渊主任新团队 自己不会担任董事长 同一时间公司派也选在同一时间开记者会 隔空护杠 我们到目前为止公司 还没有收到任何股东 对大同公司6月30号股东会的决议 提起撤销的诉讼 没有 公司派主张王光祥曾向 入资企业借款31亿台币 怀疑股份资金来源有入资 并认定6月30号的股东会合法 请问你买大同的52亿新台币 哪里来的 要依主管机关调查的结果 或法院的裁判 这样才是为准的 大同股价一路重挫 周五收盘价跌至三年新低点 来到14.5块 就怕股价继续探底 3%的股东依公司法 也向经济部申请召开股领会 一度更传出 经济部将破例 统一大同市场派召开股东会议事 但商业司否认表示 一切以经济部发出的行政处分为主 经济部会尽速处理 但目前尚未做出最后决定 继续全家轮到命令台报道